台庆剧《超能使者》的剧情 已经进入高潮 观众讨论得相当激烈 你是剧中演员 陈展鹏、刘永旋和吴乐宜 就相约开Live 和粉丝分享拍摄趣事 还有不少剧透 接下个星期有刺激 究竟真真正正哪一个使者会死 是的 或者哪一个人会死 我们可以真的剧透 是会有《超能使者》 绝对会有 会死 但大家可以猜猜是哪个 是的 而且我经常觉得 我很久没拍摄那部电影 结果是这样的 是 我相信大家一定猜不到 我相信猜不到 是的 结果是大家 我觉得大家可以放心 是 放心 可以放心 剧中讲述的超能力 如果在现实中都可以拥有 那他们最想要哪一种呢 我当然想要阿联的超能力 一定段时间又可以回头 记住不要碰着人家的脚 那就没问题 哈哈哈 让你知道我胶本一点 我想我会选QE那个 医人的能力 是的 我觉得尤其是近我们这几年 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是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这个能力去医好 大家都可以回复正常 再加上不单是疫情 还有很多不同的病 我知道很多朋友会经历很多不幸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故事 小朋友已经有绝症了 我选了我那个 我唯有选 我可以看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可以知道他在想什么 读心 读心 或者可以是谈判专家都可以 可能将一件很麻烦的事 或者我知道你的心是想怎样 我知道你想怎样的时候 就可以迎刃而解 都可以的 这次演员征扎演出 加上令他们想不到的剧情 成为网民业话 展鹏都希望观众看完会有得罪 我觉得现在观众的层次 真的高了很多 因为不是只看一个演员去演 就是你听他们在平台里面 去讲的一些评论 就是他们在你的拍摄的技巧 还有你用的方法 大家的那种评论 其实是令到我们自己都进步了很多 这件事是现在是需要的 因为我刚才所说的 看电影和以前的年代不同了 以前是你什么都不要跟我说 你就知道你跟我说有谁做就行了 但现在大家是聰明了 如果什么都不说 他不会看的 就是他要看到什么来的 说什么题材才有多好看 谁是谁 怎样怎样 是不是这么瘦新鲜感的 才会看 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在进步 是